数位化及网络化的普及 造就游戏产业的蓬勃发展 也带动East Pro电竞产业的狂飙 世界电竞人口有十几亿 光是去年就成长了三亿多人 在台湾以目前最热门的英雄联盟为例 游戏人口就高达500万 而最近刚落幕的LMS春季联赛 平均收视人口已高达5万人 甚至超越一般热门的电视节目 不过在刺激的电竞比赛中 最受人瞩目的就是职业电竞选手 今天我们就请到在2015LMS春季联赛 拿下冠军的AHQ来带我们认识电竞产业 以及了解职业电竞选手的一天 哈喽谢老板你好 你好 首先先恭喜AHQ拿下这次LMS春季联赛的总冠军 谢谢 那其实电竞产业持续的蓬勃发展中 可是社会大众对于电竞产业 以及职业电竞选手并不是那么的熟悉 那是不是可以以谢老板您的角度来带我们认识一下呢 其实在国外电竞产业这个部分的话 像美国啦 像欧洲或者是比较近的韩国 甚至于中国大陆 基本上它都是一个已经被承认的电子经济项目 那也是一项正面比较正面的运动 那在台湾的话可能是因为台湾的比较长一辈的父母啦 或者是环境啦 造成说可能我们它是一个比较浮面的一个活动 对而且电竞跟打电动 基本上它是不一样的状况 对你不能说它在公园打篮球 它也可以去美国打NBA 对所以在家里打电动跟我们一般在台面上 对队伍出来打这个比赛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能够在台湾能够创造出一个 比较正面的一个运动 让社会大众比较了解说 我们其实是很正面很阳光的 那关于职业电竞选手呢 其实职业选手的工作 其实像一般的职业运动员 其实是差不多的 在国外来讲的话 在美国 如果去美国打比赛 它是享有运动员的 职业运动员的签证护照的优惠 那在中国大陆 在欧洲 在韩国 其实他们以电竞选手来讲的话 它就是一项正式的职业运动 只是在台湾因为我们的法令问题 或者是社会观感的问题 可能我们的定位还没有那么的清楚 职业选手的工作到底是在做什么 那我们的职业选手工作 其实跟一般运动员是没有什么样的 就是除了训练之外 它其实还是在训练 那关于比较详细的训练内容的话 可能要请我们HQ的教练贝克 来为大家解释 我们平常选手 到底大概都在做什么样的工作 哈罗 贝克你好 今天就请你帮我们介绍一下职业选手的工作内容 好 其实职业选手 其实他们 其实要做的事情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 第一个就是他们要去训练他们的基本功 基本功可能就是你每一个人的角色啊 然后熟练度 然后操作要去把他熟悉 这是最基本的基本功 然后再来就是 团队的默契 团队的默契 然后你可能需要透过团练啊 然后沟通啊 然后在旁边我们 可能教练啊 可能领队来帮一下他们 怎么去把那个团队 把他运作起来 然后这是第二个他们去学习的地方 那第三个就是在检讨的部分 就是你每团练完一场 然后你必须要去做检讨 你要怎么跟你队友去沟通 可能你上一场比赛所犯的一些失误 或什么东西 必须要去想办法去把他检讨出来 找出自己要去必须要去进步的地方 那当然包括教练领队分析师 可能去帮你 帮你一起来做这部分的事情 那这是第三个 那第四个可能就是 可能你要参加一些通告啊 或是什么东西活动 可能公司安排一些东西 那这是工作之一 那第五个当然就是比赛 这也是天竞选手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在比赛的时候 你要怎么训练你自己在比赛场上 可以发挥你 不要说100% 就是10%实力就好了 你要怎么在场上 然后修复你自己 那就是 基本上这五点就是所谓 天竞选手生活的内容 就是在电子经济平台上面 然后来做一些竞赛 好不好脑力或操作 那对我来说它是一个不较属于 精泰的运动力 那大家分享一下大叔是怎么样 他入职业选手这一款 我一开始其实就是业余玩家 成绩也都还不错 不然过了一年之后 我就决定要取一个新的队伍 然后就叫Edge Group 我就正式变成职业选手 然后我爸妈在我当职业选手的时候 他都是很支持我的 一开始没有想过会加入职业选手 但是就是在家里一直玩游戏之后 很疯着游戏 然后就达到台湖很前面的名次之后 被职业队找去当职业选手 一开始我妈以为就是诈骗集团 就是因为要签合约什么 然后我妈很不放心 然后经过那个他们的管理层人员 跟我妈沟通之后 我后来就还是当职业选手 其实我周遭的朋友都认为说 我在打电动好像很轻松一样 但其实我自己接触以后才发现 就是不是想像中那样 平常就是玩四五个小时 然后你可以休息累了就休息 但你接触那个职业之后 就不是这样 你要十四个小时练习上 打完之后你要每一场都要去检讨说 这场是怎么输的或是怎么赢的 就是一般人可能你输赢就是 就算了就能再下一场 但我们职业选手不是 而且我们还要训练一些什么后加 然后每天要接触大家的批评 一些就是 其实没有很轻松 一开始我的心态也是 就觉得说好像蛮轻松 但其实现在我的心态上 我们就觉得说这是一段工作 我们应该要拿出我的态度来 而不是说我随便玩玩就可以了 其实刚加入的时候我以为会很顺利 但其实这条路真的不是这么好走的 在比赛输的时候却真的是摔得很惨 然后直到后来就是慢慢的爬了起来之后 我就一直把我的心态放得很低 就是不管怎么样我都觉得一山还有一山高 慢慢的就是从一些很多失败里面找到自己的缺点 然后慢慢的去改善 然后去观察那些赢家 观察他们为什么他们会赢 然后从而进步这样 然后慢慢慢慢的就是 反正就是一直增加自己的能力吧 电竞选手的话 因为我从小其实蛮喜欢玩游戏的 然后在国中的时候就 那时候也玩现在游戏 我就想说可不可以靠游戏赚钱 然后就大概类似电竞选手的概念 然后就是到高中之后接触英雄内容部这款游戏 然后刚开始就是刚开台服的时候就打到第一个位置 那时候就觉得自己打得还不错 那就开始有人来找我 然后那时候就开始打比赛 接触到这一类方面 但是我那时候太年轻了 就是跟那个公司发生一些合约问题 然后就被竞选半年 然后就就是那时候还蛮压力还蛮大的 就是好不容易可以完成梦想 但是却因为自己的浮躁还很不沉稳 然后就是被竞选半年 半年过后加入HQ 就是大家对我期望还蛮高 因为那时候是第一 然后就开始矿 蛮专的关注我的 然后下位HQ之后大家以为会有好成绩 一开始是有好成绩 但是就是在这次比赛之后就是马上要有开出 一路就奇迹不够吧 然后大家批评你都跟得过来 那些批评你都看在眼里 不觉得对不起粉丝还有老板 然后做出一些改善跟沟通之后 我们在新加坡拿下来前往世界赛的目标 但是我打到比赛拿两年到现在为止最高的成就 就是在世界赛斩自己的长才 那世界赛我们拿到了第九名的成绩 那次比赛过后我们也毕竟那些改组 然后还有一些低潮 然后但是我们最近状态又 就是练习之后我们状态又好转回来 那现在我们拿下来有NS冠军 那我们接下来准备前往美国Holiday 准备这次的金钟邀行赛 跟各国世界跟各国的区域冠军追逐 希望这次会有好成绩 以前啦我在比赛 但是那时候我并没有职业滑 我并没有职业滑 然后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有 可能有固定的月星啊 然后有这么多的比赛可以让你参 那近几年来其实在职业选手这方面 其实提升蛮多的 那你可能有企业啊 赞助然后小公司 然后每个月月星 然后包括比赛 他可能也有一程序可以让你 从业余然后怎么变成职业 然后他全部都会把你规划好 那以前我并没有这个样子 所以这是我们这几年来 这个定进职业选手 有比较大的一些变化 那以我个人自己来讲 可能是从选手到赛评 最后是当教练嘛 那其实在每个阶段啊 就是你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我觉得当教练的部分 比较着重的就是在于 你要怎么去整合一个团队 那就是每一个东西去接触的方面 其实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当一名职业选手 你最重要就是实力一定要勾强 你成为职业选手之后 就跟你平常在玩进来不一样 他变成一份工作 然后你不能抱着玩玩的态度 你要去认真留在这份工作 然后沟通能力 就是因为这是一个五个人的一赛 就是你假如沟通不好的话 那可能一个小细节没沟通到 就会影响一场比赛 的沟通也蛮重要的 我觉得就是对游戏 要有非常大的热忱跟天分 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当一个职业选手 最重要就是你要有天分 你没有天分的话就是 可能不要把玩线上游戏 当作是不念书的监口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当职业选手 而且之后也会面临到就业的问题 因为当职业选手不是长久的工作 他只是一步短长 然后成为职业选手 我觉得天分很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 努力的精神跟勇放起来 我觉得不管遇到什么打击 你在倒下之后能够再站起来 这才是一个职业选手应该有的特质 我觉得天分跟热情很重要 但是我也看过很多例子 就是我身边很多有天分的玩家 他们都打得不错 但他们打到最后都退役了 因为他们没有热情的 一般选手 玩这个 一般玩家玩这个游戏 大概五六个小时 你可以很轻松 很自在地在玩 但他如果变成一份工作 十四个小时 一天练习 然后还有放假 你可能 你都要看他比赛 然后想他怎么打 然后 有些人可能就因为这样 放假都不想碰肉 不想碰平衷 那这样子 你迟早会选择退役 因为没有热情 很成功的例子就是 有些人放假 他也会做什么 然后平常也会看比赛 那种就是维持出热情最好的例子 那我觉得一般高端玩家 跟职业选手差别 就在热情的位置上面 呃 我觉得 职业选手 当然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天分 那天分 可能包括是他的 反应力啊 然后 他的 耐力 好 然后再来是 抗压 抗压 那这 就是三个 这应该都包含在天分里面 都包含在天分里面 那 在从 这些其实 你从你业余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慢慢的在培养这些东西 那进了 进了职业 之后要更长久 你还要包包看到一些比赛的一些表现 你是不是适合一个比赛的人 你在场上有没有办法 表现出你 像你平常练习的样子 那这是 我觉得当职业选手 必须要有的一些特色 我看来是必须要有一点表演欲 你必须要 知道这个场子 我们是必须要去 发挥 去表演 因为对我来说 有时候比赛 也跟 像一场秀一样 那你要懂得 知道在这个场面 你必须要去秀出你自己 对 那这是 我觉得这是 一个职业选手 应有的 应该要有的一些特质 我相信现在很多年轻朋友可能都想投入电竞产业这一块 尤其是想成为所谓的职业选手 但是想成为职业选手 这个门槛还蛮高的 因为它其实还蛮吃天分的 可能 在所有的 游戏玩家里面 可能只有 1% 甚至不到1%的人 他其实 可以成为职业选手 但是而且职业选手的 寿命其实 并没有像大家想的 那么的 那么的 那么的长 可能 短的话可能2年3年 长的话可能就7年 或者8年 那一般职业选手退役之后 我们可能会辅导成为 队伍的一个领队 或者是教练 又或者是分析师 基本上会 在领导队 队伍的领导同域这一块 为出发点 那想 想进入电竞产业这一块的 年轻学习其实也不用灰心 可能你们可以朝后勤的方向来 来发挥 比如说美工企划啊 或者是 一些 社团规划 比如说社团管理员 这方面的工作 我们来投入 那接下来5月份 可能我们就要出国比赛 那参加MSI的世界杯 那我希望大家可以在这边 帮我们加油 谢谢各位 其实职业电竞选手 他们打的不只是一场游戏 在残酷的职业竞赛下 每个选手都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练习 正所谓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工 而不论哪一份工作 都必须拿出职业的精神来面对哦 甲博士时间 下次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